,今天给大家带来玩者荣耀英雄是刘邦 打这个迷雾模式吧 以刘邦我想一下,应该打这个迷雾是挺好应的 因为在迷雾模式看不就 是画面是地图看得不清楚的状态下 我可以传送一个骗物 到队友身上 这个好进行那个 变成多多多多能攻击 也是挺久没用这个刘邦 先用一下刘邦打一个监视看 打这个迷雾 看下好不好打 现在准备开始 继续走中路 给刘邦也是带来个闪现 然后玩迷雾模式会多一个监视 监视是可以 是CD时间60秒 应该是他可以监视 四五十秒吧 先换了个一技能准备随时爆 对方的那个 火舞被我爆了一下 所以对方中路是火舞和那个姜子牙 火舞的二技能能让队友 让对方减速 刚才我是被他刷了个二技能 减速了 好吗 火方是打几可以定人 现在准备 躲在这里看有没有人下来 偷两下 猥瘦的对他们对护他们进行 因为打这个很怕的就是 他们可能是在草存换了那个监视吧 因为监视看不见 监视大概是可以监视五十秒 然后刚才我已经躲到草存里面 刚才看了一下 刚才看了一下 刚才是冲入塔下 把对方的火舞击杀 火舞死了之后我也死了 在塔下逃不掉了 因为他就是这个监视 监视有时候 你躲草存的话 就没那么好躲了 万一刚才也像我一样 在草存扔了一个监视 你自己也看不到 以为别人看不到 然后刚才我躲到草存里面 然后刚才火舞应该是看到我了 然后我扔了一个二技能吧 反正就自爆 这个这样子也要跑得到挺快 现在比方一比一 然后我也是死了一次杀了一人 这个比方很相近 准备偷袭安齐了 啊 画一个字爆到小生的王 爆了 这下他应该快死了 就想追到塔下击杀 因为我现在血多 不怕 不过这次是像在敌人节的头上 要鼓住一个 比方二比二 然后我是杀一人死一次 扶罪一次 一一二二二 二比二 现在我和敌人节 直接拆塔 看看 对方好像没能来干扰我吗 准备先拆了再说 看下应该没能干扰 还是没能干扰 就像一个小兵 小兵快被击杀了 坚持坚持 再坚持两下 应该能直接拆塔 成功拆了塔 拆了塔 我还用两额多的血 这个反正这个监视可以随时换 而且准备传送到队友身上 看一下哪个哪个需要我传送 好像都没需要我传送的 大家都在打 都没怎么碰到敌人 而且还在打击 打击这里可以传一下 直接传到打击 赶紧自爆自爆 把姜子家暴死 和配合之下把对方姜子家暴死了 现在突然草虫又冲出了一个老胡子 黏着我 追着我打不换 现在还好我玩那个 打击 支援一下 他现在不打我 我以为残血状态 他也不敢再追我了 应该他追我 他直接到塔下了 他被塔射的话 后面打击 再灭他也是很容易的 所以他也是放弃追杀我了 如果没有打击在的话 他可能还会一直追着我打 但是没有打击在那里 我也不会传送到中路去吧 对吧 换了一个监视 监视一下小容区 换在这里是怕别人有人去偷炉 那时候我们可以监视到 监视到之后 到时候直接过来 KO他 又和老胡子相遇 这老胡子真是跟我合格不录 冤家路仔 对方的刘邦快没血了 现在干完刘邦 我反正四分心 老胡子不死也常会 火舞 火舞也是找死 这个李江子牙都是可恶的老头 敢弹我 好像打火舞 刚才看见江子牙放大招 赶紧躲开一趟 想回去补血了 反正我大招是恢复了 恢复了 恢复了有大招 直接补满血 再传送更好 又回到打几身旁 准备自爆 爆住他了 对方张子牙一种快大招 这有三个人先测 先测 先测 也厉 也厉 还好 安琪拉没放二技能 安琪拉放二技能 会把我定住一下 跑路车也比较慢 先自爆 刘邦和刘邦 谁先自爆 就能把对方的那个给破了 哇哇哇好危险 这个安琪拉的大招 哎呀现在大招没废物啊 要不然可以直接闯到中路去的 这样没办法 只能去上路先看一下 刚才上路有个老胡子吧 想拆我们塔 中路 中路其实我也要去 但是一人门没办法分身 刚才应该是 我帮白起卡住了吧 现在是泡兵出来了 所以说塔很容易被拆了 随时注意注意边路 注意两路或者注意塔 这个塔还是挺挺有用的 塔没了就是注定要输的 特别是看到那个塔的光溜溜的话 想打的心情都没有了对吧 有塔在 那个信心还会足一点 现在下路打的很激烈 我直接回下来斑满一下 刷一个自爆 哎呀自爆竟然被破了 没破没破 刚才还没爆出来 我还想把他的 把那个刘斑的自爆给破了 但是还没办法 他在塔下 我在被塔射两下 那个直接自爆都会被破掉了 一技能就会容易被破掉 出来出来跟你当刀 先爆 谁先爆谁有优势 现在咱们再塔一下击杀 OK成功击杀了 不会是被白起击杀的 好 我们两个属于差不多属于漏洞群 基本上是可以强杀一个 快跑快跑 不过再看到活物下来 不过塔已经被我拆了 这个这个娘们一直接着我 看我这个刀子的头发 他就接着我不怕 又两个光晃 拿空拉抹 那就感觉到我们塔下 找死了 又被白起抢了光 本来这个活物应该是我的 看我画一道亮光 在活物身上 在头上 在他身旁放了光 有个基地 补补雪 补完雪 再准备传送 打底 还是传送在这个敌人街身上 敌人街刚才这边有个老胡子 埋伏着他 一只爆 爆住了 爆死了一个老胡子 这个刘斑也想爆 赶紧把刘斑扛死 刘斑要死了 双杀 完成一次双杀 看他这种传送还是没错 没选错 但如果选传到那个打几身防的话 就不可能得到双杀了 闯动到敌人街身份 还能获得一个双杀 现在准备拆上路二塔 这下好像还没能来干扰我们 他们还在中路打 中路打得很快 哎我走得太快了 看他塔直接打我 老胡子再来 再来也没用了 塔已经被我们拆了 现在躲草丛里面 看老虎子 老虎子应该会过来 对话有个刘邦 我们就躲在这边打这个红魔 先把红魔宰了 他好像要自爆 所以说先跑过来一点 没想到跑过来碰到对方的火舞 好吧 火舞还把我推开 要把我们创造二能世界 那我们就在这里对打 然后把它拉到塔下 他又跑了 我还想在塔下跟他对打 但是他不跟我对打 不跟我对打 我再传送回去 就传送到敌论杰身旁 再来一个猪暴 能够强个人头 哎呀放暴 暴慢了点 要不然江泽家就是我的了 再砍一砍一砍 这时候敌论杰来了 这双死吧 对方直接是四个人型 死了四个人型了 应该就剩一个火舞吧 火舞现在被我方 几个人型冰散 不死也常会 刚才一定卡 没来得及算 哎呀 错过了一个击杀火舞 出了这些机会啊 现在只能往回撤了 打这个炮兵 哎呀 老裤子又出现了 再暴命一下我就走 也猥琐我的爆 再躲在草串里面 准备随时出去 再爆一个 他们没人下来 有了有来了 来了 爆一个 哎呀被江泽家躺开 哇哇好危险好危险 这个谁 那个阿奇拉的射 那个伤害挺高的 大招 哇江泽家准备放大招 先躲开 又是火舞 火子又打我 哎呦我快没血了 快撤快撤 富哥你耗了 走远点 回撑 如果我有大招嘛 回去不满血 直接传认过来 更好 能保证 我们不容易死吗 残血的话自己也也比较顾虑啊 所以说就打的 可能就不会那么勇猛 现在如果满血状态 就可以涌 就可以满冲满冲 制造 一个制造双杀 两个人是算在我头上吧 还又是击杀了一个那个谁 哎呀快死了快死了 刚才没血了 赶紧跑赶紧跑赶紧跑 完成了一个双杀之后 没血 继续回去补血 现在大招是没那么快复复了 还有二十几秒才能吸低好 看来只能靠走路了 不能不能传送 只能走路了 又要回到原始的状态了 慢慢走慢慢走 我放心了 人生猴子了 和我 刚才发生什么了 没看见 因为急着回去 你们想干嘛 你想 放了一个 他一样在我方 换了一个监视 就在这个角落 可惜看不见 哇 姜子牙也挺放大 闹到背后 他本来想打姜子牙 那看这边两个 呀 又是火舞 火舞怎么老爱打我 火舞打我又不被我打 这次又被将那个敌方杰抢去分头 上路上路有危险 上路的塔被老夫子拆了一个 我这个一技能换的好像有点快吧 不过还来得及还能暴露一个 好像单挑挑不过这个老夫子 呀 他的技能持续伤害 还好会粘冷啊 糟糕 可能会被 会被那个 我放那个 糟糕 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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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是继续推塔比较好 哎 现在对方中路塔 还是没被推掉一个 如果有办法的话 把上路的塔给他推掉 我们就好打多了 下路好多兵啊 要把下路清一下 然后准备去把下路 我去下路拆塔 哎 对方往上路走呢 上路有对方的火舞和姜子牙 那只招老头竟然跟着火舞一起走 哎 这个射老头 这边竟然没人干扰我呀 那我一路杀下去 对方好像是 上路有两个英雄 中路有三个英雄 那基本没人 没人关心他们的 他们家的下路的塔 没人关心的最好 而这时候是我拆塔最好的时机 不过我方上路的二塔 也是比较危险 已经被拆了 能不能去支援一下 支援好了 我准备直接再拆一个塔 然后顶住 不过这时候对方姜子牙过来了 这个招老头真讨厌 因为他不过来 我可以直接强拆 强拆上面的高地塔 不过好像我方 我方的上路 上路的高地塔已经被拆了 刚才没人及时去支援呀 最终那个老护子也是挂了 最终那个老护子也是挂了 给刘邦 本来是躲草丛 是想传送来传送去的 这时候先打对方的狼魔 应该这时候在这个迷雾模式之下 对方是看不到我打怪的 准备随时传送 传送到这边来 刚才还有一把狼魔击杀 刚才击杀完再传送 但是看地图中间打得挺激烈的 想过来先搬出一下 又要自爆了 刚才我的自爆给他破了 因为他先爆 活物又死了 活物又死在敌人阶手上 为什么不是我手上的 这时候我自爆 要把队把那个主角给爆了 爆醒了 对方又挂了四个运镜 又可以又可以蹭蹭追击 直接冲中路拆塔 开始老扶子别跑 应该送你一个爆 送你一个温暖的拥抱 来吧 哎 他也敢回来 刚才自爆一下 应该是爆到他了 要跑快跑 因为我爆到他也是被塔击杀 刚才就是我们两个 还打不过一个老扶子 现在知道回去补血 刚才还是血多的情况下 打不过他 所以说要回去补一点血 我觉得我的大招已经是 已经有大招了 准备随时防 传送到白体身上 看一下他白体 他不打老扶子 不打老扶子 但是等下传送到猴子 猴子打猪仔 刚传送过来猪仔已经击杀了 然后这个自爆就没什么用了 我还击杀主宰对方的是把暴君给击杀 击杀完主宰就可以主宰全场了 击杀个暴君有什么用 对吧 击杀个暴君就多个经验 多个钱 但是在前期还好 后期好像也没什么笑 现在笔封都已经领先了 好像击杀完主宰的时候 游戏里面的音乐也变了 这是应该是新版本更新以后才有的 以前好像以前的版本 就是把主宰什么都击杀了 音乐也是不会变的 这下我直接再拆上路塔 我还想拆个上路塔 对方的机率已经被我方直接爆了 这期视频差不多就在这里了 谢谢大家欣赏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或者点个赞 看一下比分看一下数据 这次我竟然又是MVP 这次杀的也不多 我承受伤害是这期最多 然后对方的刘邦是最多 把这期到这里谢谢大家欣赏